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长安十二时辰的导演曹顿 长安十二时辰制片人梁超 以及主演雷佳音 易烊千玺来到舞台上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有请 有请几位 几位往舞台中间请 我们旁边去休息了 所有来我们优酷秋集的嘉宾朋友 前辈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等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宣布 我们的张晓静和李毕 其实最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网上 开始看长安十二时辰的网文连载的时候 我就关注了这个项目 当时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 把它变成影视化的这种改编的可能 然后我发现我拿起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 完全变成了马伯雍老师的书粉 所以感谢我们的大优酷 感谢我们的微影刘白三人 感谢我们的曹顿导演 我们今天能把这部剧集实现的时候 是我特别兴奋的 至于导演为什么当时选择了长安十二时辰 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曹导来说吧 是这样 主要长安十二时辰这个东西呢 首先是马伯雍老师的这个小说写得特别好 我当时看了这个书以后我觉得真是太精彩了 所以后来跟梁超商量我就觉得应该拍这个戏 然后就会拍掉了一些别的戏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还是讲长安的吧 因为我是个西安人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打心里头有一些亲切的感觉 而且西北从新中国开始好像给大家一直是一个比较落后的 闭塞的守旧的那么一个地方 那么其实在以前在唐 长安有过一个特别辉煌灿烂开放的历史 那么我想借着这个戏呢 也能展现我们三秦大帝 秦人秦风秦韵和这个曾经辉煌的历史吧 这是个机会 我希望能抓住 所以我就接了这个戏 对 其实我们昨天也在参加优酷的超级剧集的访谈和我们的论坛 其实我跟导演刚刚也在说 为什么美剧叫美剧 英剧叫英剧 韩剧叫韩剧 日剧叫日剧 而我们中国不能有自己的滑剧 我们特别希望能在我们的长安十二时辰中 能把我们的内容品质再提高 再突破 再变化 打造一部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滑剧 也希望大家能期待并喜欢 谢谢 对于我们的主创来说 我相信可能这个团队是一直跟曹顿导演奋战过 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团队 除了这次我们请到了著名导演 黑泽明的女儿黑泽盒子 来做我们的造型指导 我们把我们一直以来奋战在曹岛身边的团队 又全部召回来一起来打造长安十二时辰 可能对于曹岛来说 他一直在说他可能长安十二时辰 比他以前拍的所有的剧都难三倍以上 因为他跟所有以往的古装剧的类型都不一样 他里面有悬疑 有推理 有动作等等等等的新的元素 他全部体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概念更值得大家的期待 对于我们的两位男主演 今天第一次公布 第一次亮相 我们的张晓静 雷佳音 我们的李璧 一阳千玺 我也和导演特别感恩 老天总是很眷恋我们 能把我们自己喜爱用的男演员 能带到我们身边 因为最早从接触到佳音和千玺的本人 包括他们的作品以来 我觉得其实佳音很像张晓静 可能很多很多台下的前辈老师们都和佳音合作过 大家都知道佳音是一个戏好 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 但是他的骨子里其实在我觉得他就是张晓静 他就是那个无面言罗 千玺就不用说了 其实我第一次跟导演提到千玺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机场看到他的一张平面广告 我觉得那个广告里的千玺的眼神 和他的年龄肯定是不符的 他其实就是我们戏里的礼地 当然我和他生活中一接触 我发现千玺是一个特别仗义 特别睿智 特别棒的男孩 当然他现在马上就要是一个男人了 我觉得 对对对对他的粉丝别打我啊 对吧 我觉得佳音和千玺 说说吧 接了《长安十二时辰》的 这个有什么 哦对了 我打断千玺一下 我要说 其实在生活中啊 雷佳音一直说 他是老提福布埃斯里的一样千玺 这是他和另外两个男演员给自己疯的 而且还发到了各种 微博呀等等的这种 这种公开的这个网络上 所以这一次真的一样千玺 和老的一样千玺 假的一样千玺 要合作了 千玺来 大家好 我是一样千玺 然后我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是李毕 千玺就是话不多 大家好 我是假的一样千玺 我演的是张晓静 雷佳音 请大家关照 我特别希望 我们这个组合能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作品 不一样的华剧 能还原我们的圣堂圣事 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传统中华文化的回归 谢谢 我觉得导演来个结束语吧 你来吧 对对对 我们就说完了 我觉得你看东哥笑得那么开心 他等着你结束呢 要干嘛 谢谢杨老板 谢谢伟大的大优酷 答应说结束了吧 谢谢大家 此处应该有掌声